大家好,今天聊一个挺神奇的也是小事吧 小事真是小事,为什么叫小事呢 是关于小人的事,什么叫小人啊 这种从古籍加上现代人的这种经历里边 老提到一种什么呀 提到一种出现的真是小人 怎么叫小呢 十厘米以下,甚至更小 你看这个净华元记里边说过 有出现这种小人还骑着干嘛 最后是被他们给吃了 说能增佛增寿啊 这不是谁想出来的 然后这个 现在呢是有这么一个小事 是小人的事 这个说有一个人呢 这个是当时的这个 是村级领导干部还是个什么人 反正是个小官啊 开这个那个吉普车 真是真是真是吉普 这个212这个其实就是原来这个美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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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时候吉普的一个改进啊 212吉普然后他就在这个这个乡村办公里边这算当时算好车了 然后这个北京吉普2112然后这个这哥们呢 跟另一个同事去镇里边办公 然后呢招待喝酒 喝多了 然后这个喝多了 又夏天又热 然后后来啊 开的半道啊 他们就不行了 这个农村嘛 村路 然后开半道觉得也不行 热啊 这是这喝酒喝得燥的 那时候酒驾也没人管 然后这个 停车了 停车说这不成事 这个这个有树荫的地方待会吧 然后这这个 有一个说不行说这个我我不在那 这说有虫子什么的 我我就在车里躺会 那个就喝多了 喝多了这干部就就就就就跑到树底啊 拖一广膀吧 然后在那睡觉 哎呀凉快多了 然后这个 睡着睡着觉 觉得有什么奇怪 这身上别扭 然后一醒发现 发现身边有一个小侄啊 多小小侄呢 跟手指头那么大的小侄 然后在他身上写字 然后这个 哎呀他说他这个 这酒劲还没完全过去呢 但是呢清醒了点了 然后他觉得挺好玩的 说这小侄 哎呀这什么玩意 他开始开始哎 他想抓 还是跟这个抓抓抓这个抓骂的似的 想抓抓抓不住 然后这小侄跑还挺快 然后就开始跑 在路上跑 哎呀他就开始光着榜上在那追 一边一边骂一边喊一边乐一边追 反正是就是半醉半醒之间嘛 觉得有意思 然后结果呢 这时候啊 这个 这周边还是有村啊 有人看见就看着 就说这人真喝多了 在那 哇哇哇叫 然后往前跑 然后还追什么东西呢 最后呢追了半天啪哒摔了个跟头 哎呀 然后再起来呢 就发现小侄就找不着了 然后呢就开始往回走 跑出来一百多米啊 这个 车上那哥们九十夜醒的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 说麻将来说这是一身土 你这个还光着个榜子 你身上那是什么玩意儿写的 然后说什么写的什么呀 然后这个拿这个后视镜啊 一罩子的说这个 刚才他醒的时候 发现那小侄在他身上写字 还真是写字 用红笔写了一大堆看不出来 看不懂的什么字 反正写的这小字他小 哎呀说这个 哎反正是就就就这样 然后就就大伙都说 这这哥们就喝多了 然后这胡八道 他干啥人家人都不信 但是那小字呢 确实这同事也看见了 确实有这么个东西 反正就是这么个怪事吧 其实好多人都说 有时候小时候能看见这种小人 有的是说什么那个 回忆儿时的记忆啊 说这个小时候 看你有这个 一点一丁点大的 他小啊 他可能几岁 看见那人也更小 然后说这个 火柴棍差不多高的那种 也就我估计跟这个小小侄都差不多大吧 说那小侄啊 还什么有吹吹打打的 像那个出殡的呀 结婚的似的 然后还在这排着队走 然后这个 然后呢 有的是走着走着就走到墙里边不见了 有的是这个 看见人就惊吓的不行 然后就就逃跑了 然后这个最终也闹不清楚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种这种这种小人这种这种情况 按照我说这东西 我估计就是某种精灵幻化吧 你要说有小人国吗 就就真像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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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那个童话里边的小人国 这个也还真不好说 有那么大的人吗 这个这咱也不能下定论说没有啊 就就说没有 呃 因为什么呢 说这个 你看这个佛经里有记载啊 说这个到了 呃 下一节啊 这个人类这个一节 什么是一节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五十五十多一年吗 大概啊 这个你要算算数字就五十多一年 反正就是弥勒菩萨这个转转是这个下这个都帅啊 从都帅 呃 内院啊 这个下降到这个咱们这个世界 然后这个 成佛啊 这个是下一节的这个佛啊 这个弥勒菩萨成佛 这个 呃 到那个时代 说到那个时代什么样 说到那个时代是 呃 人身高很高很高 然后这个 估计怎么样就几十米高吧 然后这个 福报也大 那时候地球环境也好 啊 不用劳作也能也能有收获 然后就是这种福报大嘛 这个弥勒菩萨是修福的 然后这个 福德无边的这个 这个这个 呃 这种这种 这种善报 然后这个 呃 到那个时候 这个是人的身高非常高 然后这个 呃 然后这个 咱们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还在这个 呃 呃 大家设 然后还在基督山 等这个 呃 弥勒菩萨 这个 呃 实现成佛 等到那个时候呢 呃 弥勒菩萨成成佛以后 然后就能这个这个 这个大家设就从这个山里边出来了 然后这个 呃 完成了 加设尊者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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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弥勒弥勒菩就告诉这个他的弟子啊 这是前世前这个上一节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 接着是在等我 然后这个 呃 给我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然后他就可以啊 可以居住涅盘了 然后就是 那时候就是 他这个这个 现在的人 相对于那时候 这个人的身材 那时候就就就相当于 现在咱们看这种小侄的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啊 观感就是很小很小 然后呢 但是五官俱全 然后这个 看着就挑叶子绣针的小人吧 呃 好多时候啊 这种这种事吧 你说 你说是小孩的幻想吗 但是呢 有的是成年人看见的啊 你也不能完全说全是小孩的幻想 啊 有人说是精灵幻化啊 有人说是 反正是各种猜测吧 具体的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如果您这个 有机会能看见呢 反正也是 我觉得也是挺挺奇异的 就像有人说这个什么 啊 小飞机事件 说有的人小孩说 老看你小飞机 什么小飞机 说这个就是 跟玩具飞机那么大的东西啊 在低空 就小孩你想他才多高啊 一米一米左右吧 他能看你这个小飞机在这个房檐 周围在飞啊 金光闪闪啊 这个啊 金属感很强的这种 然后这个还能通过这个旋转 好像看见里边有光啊 啊 这个 呃 有人说是模型 可是有人说在上个世纪 啊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就 就都见过 但是那时候的模型 哪能做那么精啊 不可能 然后说这种 还关键还是无声无息的在那儿飞 他不是直升机 啊 靠空气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动力的这么飞 他就是像民航飞机那种啊 这个喷气式的这种 但是呢 个头又实在太小了啊 这个就是玩具大小的 啊 然后还还没有声音呢 这么飞 然后就是 反正你怎么怎么琢磨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说这个模型 那时候模型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呢 说无声无息的 你现在也达不到这个水平了 你你现在的这任何飞行器 他都有声啊 啊 你你你你再小的这个无音机这种啊 那他那他靠螺旋桨的呀 你要说不靠螺旋桨能飞的 那么点儿了 现在可能我是没见到啊 您各位有见识了 您能看看我不知道 这个小飞机事件也是传的挺神的啊 就是有的还是集体能看见啊 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这种小飞机静梦无声的 从这个大伙脑袋上面掠过 然后这个有人还想拿石头去砍下来 但是他就你说飞的快吗 也不快 但是瞬然间你就不知道怎么他就他就没了啊 绕过比如绕过这个山墙啊 绕过房顶啊 你看等你这个从你实线里消失 你再找就找不着了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你看上去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民航飞机这样的 但是大小实在太小了啊 这个飞的也太低了 然后说是说是航模这种东西 他没声啊 你怎么航模啊 那时候那时候这个没那么高的科技水平 你现在的航模就还是那句 你达不到的水平 就静默无声的在那飞 反正是而且这个全国各地都有啊 好多地方人都有这种说法 你都不 你现在你说怎么呢 这个这个东西 反正成了一种所谓都市传说吧 这种也是 然后这个 就还好像这个人家看见这个龙一样啊 这个再说多点就是这个 好多小孩或者是成年人都有说什么 这个看见龙的这个 目的一报告啊 这个 说是真龙 就不完全就跟画上那个真龙是一样的 金光闪闪的在天上飞 然后说这个 就是有时候是是是是是雨 下雨的时候吧 不都说吗 这个这个 这个这龙是私雨的 然后这种 管那个下雨的 然后就去看见这个龙在天上飞啊 这个金光闪闪的 有的是到掉到村里了啊 有这种传说啊 这个 然后大伙就拿这个 席子啊 遮上 给这个龙遮 身体遮上 然后往往那挑水 浇水 因为这个这个龙啊 他是 怕这个什么 怕这个怕肝啊 你看那银口坠龙不也是吗 人家都说这个这个当时幸存的人 还说这个这个 现在还是这个 起码是 那时候是小孩 但是也知道 也看见亲眼看见这个龙啊 活到现在 90多的那种 说这个不是这个 一看就不是什么海洋生物啊 这就是跟常见的东西都不一样 就是啊 这种 这个这个古书上记载的这种龙啊 这个 挺老长 爪子啊 头什么样啊 尾什么样 身上有鳞 啊 这个 然后那个有的是这样 有的是像这个 银口这个龙啊 说是死了 然后这个 还有骨头什么的 这叫 角类合璧嘛 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 是是焦类啊 不是不是这个 呃 还没说是龙啊 焦类焦就是这个 水里边的这个龙的 啊 怎么说 算是成龙之前的这么一种状态吧 叫焦 然后这个 等于水龙 水龙的一种 只是比较 啊 比较年轻一点 比较还没有还没有真正化龙的这种啊 这个龙的前期这个状态 这是死了 然后这上了这个圣经时报了 然后这个 有的呢 说这个村里 而且这个 吊在村里 吊在这个内陆村里的这个这个龙啊 是这个 说第二天是恐恐暴雨 然后再去 大家再去看这席子遮着这个龙已经就不见了 地上拖行了几十米的那么一个压 压 压倒了好多这个草 这么一个痕迹 就好像这个这个东西啊 在这个蛇 像在蛇 在草里游一样 压倒了一大片植物 然后这个就飞走了 有人说这个 九十年代有个什么 这贵州有个什么空中怪车这么一个事 有人说这个就像龙 因为他看见啊这个像那个火车灯一样的东西啊 火车的大灯一样的这个两个两盏灯在天上飞 有人说这可能就是龙眼睛啊 然后这个 反正说的挺玄奇吧 有人说是飞碟啊 有人说是 啊什么什么雷暴啊 什么球形闪电 反正各种说法吧 然后这个有人说是龙 因为有爪痕把那金属都给抓抓漏了 然后这个那种巨大爪痕 然后这个 反正你要说龙呢 就没有实际证据啊 只能是推测 但是这个爪痕确实不好解释啊 如果是动物的话 这种啊 你要是说是这个飞碟他没爪子 他怎么产生这个东西 反正各种玄武其玄吧 这种啊 这种这种神奇的事呢 反正是 各执一词啊 大家各有各的道理 但是呢 按说呢 这个龙是真实存在的啊 这个 属于这个 他属于动物啊 甚至是处于昆虫的一种啊 是昆虫比较高级的这种昆虫 这龙类 然后这个龙族里边也有这个 生天道的天龙啊 这种就是天道的龙呢 是 就就就就咱就所谓咱们这个龙王啊 龙神啊 这些了啊 然后要低级的龙啊 这个 比如在咱们这儿呢 有这个水龙啊 土龙啊 还有这种这种 甚至能画画成小蛇的这种啊 它就是能变化 这个古书里早要记载 这龙就是善于变化 这个 善于隐身啊 一般人你看不见 总之吧 就是 咱们不知道的东西并不一定不存在啊 这个只是现在 偶尔露出一林半爪来 让这个 人也难以捉摸啊 这种事儿 你说这些很玄奇的小精灵啊 各种奇怪的生物啊 人所不了解的这些生物啊 其实太多太多了 这佛经里讲的就是 这个 各种生物啊 有色无色的 就是有 有这个色身的 还有没有色身的 有响的 无响的 非有响 非无响的 二足四足的 然后这种各种各种变化的 抬卵石化的各种 咱们就是 有这种保留意见吧 这种东西你没见过 也并不代表不存在啊 这些 全当一个谈资吧 让大家这个娱乐一下 好 谢谢大家